那是不是 就是在陽光度的地方 真的心情真的會超級爆好 那個台中台南高雄人 是不是心情都很好 超羨慕欸 我開始了 不是啊 可是你們天氣很好 心情也很好 欸 我問你們喔 我真的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很像 很像很不耐煩嗎 我不笑的時候真的看起來很不耐煩嗎 我在申請 沒有欸 欠錢還錢的臉 不好清淨 好吧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也沒有辦法時時刻刻保持的笑容 因為有時候就是會有很多放空的時候 但是我在放空的時候好像沒有表情 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我在不高興還是怎麼樣 但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蠻不好的 但其實我真的只是在放空 但我覺得我好像 最近有感受到我 可能就是現在也比較常出門 然後現在不是就是沒有就是一定要戴口罩嗎 所以 就是大家 就是 可以看到的那個表情 所以真的沒有笑 會讓人感覺兇 我要把那個 我把那個 腰痠分分你們 謝謝 一大份的腰痠 哇 全部都給你們 客氣 禁拜三頭雞的痠分給我 三頭雞 你有沒有 笑死 笑死 好像你有了欸 然後他現在在電腦前面說 我一船打爆你信不信 是喔 阿你又沒有 先有好不好 不得不說就是這些新朋友 真的帶給我的印象 就是蠻大的喔 就是有讓我改觀對很多事情的不同看法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蠻需要個人空間的人 然後我很容易就是 但是我覺得我這兩年還好 就是比較願意就是 自己跟自己講說欸不要這樣 的那種感覺 吸收養光 沒有啊你們有想過可能就是我本來就是太陽 過去我可能也比較 比較少跟大家聊一些比較 自己感覺的東西 然後也分享的頻率沒有這麼高 但是就好像從前年開始 就好像慢慢有 就是一直在 就是放開了一些在放開了一些 因為就覺得好像也不需要 這麼 壓抑 因為就是我覺得壓抑 好像不是一件很 很好的事情 被社交越來越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覺得說 我有什麼社交障礙 但是就是想不想去社交這件事吧 就之前是非常非常排斥 因為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很怪啊 我就是怪人嘛 對 有一部分也是 就是認識了 現在沒這群之後 就開啟了一個不一樣的軌道 然後也在運行中 然後我覺得就是 到這個年紀雖然沒有到很大 但是可以叫到真身性的好朋友 我覺得蠻難得 強迫自己出門的部分 因為我就覺得我要出門啊 就是我要逼自己出門才對 然後一... 阿倩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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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剛才接到天之膠質電話 我哪有臉超敷衍 我很認真在聽他講話 你看 你看 又出現一個人來誤會我了 我... 你們就繼續這樣嗎 反正開開心心 就是我每天開台就是七八小時 然後我就覺得說 到後面 我會覺得說我會不會讓大家覺得有一種 就是實況公務員的感覺 那我就不喜歡 就是讓人家那種實況公務員的感覺 因為我其實蠻享受在跟大家聊天的過程 因為實況本來就是一個即時互動 就是一個最重要的要點 所以 我那時候就覺得我好像有一點點 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喜歡的事情 那我沒有出門的話 我也沒有在生活 就變成我沒有在 我沒有新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才覺得說 不行 我覺得我要多出門 然後就是多有自己的生活一點 然後 多出門 真的是多出門 我發現我出門之後 真的確實多了蠻多能量 有 我覺得有曬太陽 真的是心情會比較好欸 那是不是 就是在陽光度的地方 真的心情真的會超級爆好 那個台中台南高雄人 是不是心情都很好 超羨慕欸 太多了嗎 會熱是不是 不是啊 可是你們天氣很好 心情也很好 可是我以為大家其實是愛曬太陽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在 我在跟我前任 我好久喔 天啊 我在跟我前任還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喜歡曬太陽的人 但是我就是曬太陽曬太久 我就會 身上就一塊一塊紅紅的 就跟我有時候 這邊紅紅的一樣 就是熱過敏 所以我沒有辦法曬很久 但是我 因為我也想要去陪他 陪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啊 比如說去海邊玩啊 玩水吧吧吧吧吧之類的 但是 我真的沒有辦法曬太久 所以就是 我們也有位置是隱藏架 然後那時候我還覺得就是 嗯 是不是我問題的啊 好 三百年間 餅乾你憑什麼說我啊 欸等一下啊 你憑什麼說我啊 啊 你憑什麼說我啊 皮膚抗性太低 你是說就是 老天人在製造劉軒的時候 那個皮膚的抗性然後 加了一滴這樣 然後 那個抗寒的屬性不小心打翻了 之類的 你阿嬤家網路很爛不能 那你就好好陪阿嬤啊 奇怪欸 阿嬤比較重要吧 雖然我很重要但是我覺得就是 阿嬤很重要啊 阿嬤比我更重要 你看你陪阿嬤的時間還有多少 還只能以為自己長大了 有阿嬤是一件很棒的事欸 而且你如果 你之後越長越大 那感觸是越來越深 就是你會覺得說 就是 在自己的事業上面 有一些就是 起色 或是你有一些想做的事情的話 你全新的投入在那邊的話 你一定會有捨棄的部分 那你捨棄的部分 有可能就是 可能是感情的部分啊 然後有可能是家人的部分啊 也可能都是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欸 那 我能有的那些時間 我好像就更該把握 就是與家人相處的時刻之類 而且有些人就可能 跟家人的羈絆比較重一點 所以就是 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反應會比較大 但是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能做的事情就是 盡可能的不要留任何遺憾 我是這樣覺得啦 所以就是盡力做到最好 正能量選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到很正能量 但是我很願意把我正能量 在開台的時候 就是分享給大家 我還是有很負面的時候 就因為我也是一個平凡人 我也是有很負面的時候 有被安慰到 可是阿媽都問什麼時候 帶女朋友回家怎麼辦 那就看你怎麼辦 問我是怎樣 白癡喔 不是啊 我覺得安慰歸安慰 可是就是 安慰是一個好聽的話 只是事實永遠都不是好聽的話 就是願意跟你說 事實的人很少 但是大家都要認清事實這件事情 就像沒有交到女朋友這件事情好了 他不是一件很壞的事情 然後也說不定你沒有真的 很想要有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這個 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會很積極的去追求這件事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又一直在那邊嘴巴在那邊講講 那你就是個說說仔啊 對吧 那沒有的話 那你就沒有緣分啊 你又把自己好好活好好的 那就好了啊 你幹嘛要去強求一個 就是 你沒有的東西 或是你還沒有遇到的東西 你在哭呢 後面是在哭那個太兇了 你們用另外一個角度想一件事情 有沒有女朋友會 會影響你的人生嗎 好像也還好吧 就是你現在是為自己負責 那你 如果有女朋友的話 你要對他負責 那就等於說 你要負雙倍的責任 那你確定你有辦法承受嗎 對不對 對 低潮期的時候沒有人陪你度過 你看你又 你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小朋友欸 不是啊 低潮期沒有人陪你度過 他怎樣 你家人不是人喔 聊天室不是人 有很多種方法可以陪你度過低潮期 不一定是另外一半好嗎 那只是你想像中 你覺得另外一半可以陪你度過低潮期 那如果實際上發生的話 可能陪你度過低潮期的不是你的另外一半 是你的家人啊 不是嗎 我也覺得 而且就是本來就是 就是要度過這些很白癡的時期 然後你才會變得更強 不然你要怎麼進化啊 就是跟暗黑一樣啊 你不刷怪怎麼會升等 總要解解什麼之前任務吧 然後是打打怪吧 你不可能十等去打一個一百等的狀吧 然後你要穿 你穿不了啊 我被麥克風嚇到 而且還是我自己用的 沒錯沒錯 感謝大家今天跟台 希望分享的這些東西 大家都有一些不一樣的體物 好啦大家晚安 掰掰 晚安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留言讓我知道喔 因為我們可能會不一樣的 就要不是不一樣 看看還有會問題 有一點可以替擦 沒有啦 沒有啦 怎麼又會不可能 有東西 我們要走 那些人 不可以 我們都不能一起當